从相关资料获悉 中国目前正在测试一款新型 站立式斜爆轰冲压发动机 该发动机利用爆轰实现高超音速推进 最大速度可以达到16马赫 也就是每秒能够飞行5.44公里 据了解该型发动机是未来超音速客机最核心的部件 未来一旦成功应用 将给商业飞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超音速客机最早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 先后有多个世界大国涉足该领域 最后请苏联与英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分别研制出了图144喷气机与协和号超音速飞机 图144采用了四台NK144涡扇发动机 最大速度2.35马赫 航长6500公里 在1968年图144原型机首次试飞 1975年3月投入航线试运营 但由于技术故障以及收益亏本等多种原因 图144在1984年停止了航线运营 相比图144同时代问世的 协和号研制的较为成功 该机配备四台窝喷发动机 最大速度2.04马赫 从伦敦飞抵纽约仅需2小时52分 创下航班飞行的最快记录 在整个商业运营期间 协和号总共飞行了约5万个班次 服务的客户人数高达250万人 但由于研发成本高 噪音大 航程短等因素 2003年协和号客机全部退役 此次中国战力式协爆轰冲压发动机的研制 为未来潮音速客机再度问世提供了无限可能 如果这款发动机问世并成功应用 届时从北京到上海的时间将缩短至三分钟 如此快的客机将再次创造商业客机飞行记录 除了航线运营外 高达16马赫的发动机 两小时内就能到达世界任何地方 未来有望实现全球旅行与太空旅行 当然 超音速客机想要成功问世 除了需要动力强劲的发动机 还需要能够承受高温的机体材料 中国目前已经在该领域实行了突破 由中南大学科学家范景莲教授 带队研发的新型耐高温材料 能够承受3000度的高温 适用于飞机的表层结构中 这为超音速客机的研制铺平了道路 随着新材料与新技术的发展 相信国产超音速客机问世 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 届时 中国也将成为继苏联英法之后 第三个研制出超音速客机的国家 未来超音速客机投入运营后 中国的客机市场将迎来革命性的变化